我現在一直在發胖 從生為小孩之後 增產 產前大概五十五 跟現在差不多 大概一年多 沒有 然後內分閉思考 我忘了 我忘了 所以你有沒有人是被一個呼吸單子 那你晚上就是被免状況不好 被免状況不好 就是會睡到一半 然後後來就很清醒 因為你沒有做什麼東西 有時候在懷疑後會產生內部 就是內部病思想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是平衡 但是大部分 在我們宿前中 會有多過內分閉的病 基本上 它不會是因為是什麼 內分閉的腫瘤 造成的 而是一個生產 懷孕以後呢 胃口持育變好 或者是它 那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懷孕的時候 會需要大量的熱量 所以會一直沿用這個習慣 所以慢慢的它的熱量就會增加 所以 有時候你沒有去限制它的時候呢 它就會依照這個習慣 越來越胖 等到放到一個臨界點的時候 你就送不下來 這時候我們就 除了一些保守的方法沒有效以外呢 用一些限制性的防止 像會縮小手術就是限制性 你也沒辦法吃太多 然後就會慢慢矯正你的生活形式 慢慢吃 慢慢吃 然後這個習慣